曲名字幕 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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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血球 今天我們要做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箱泡麵 我這個人呢 很少吃泡麵 真的是有點煎熬 但是呢 最近摩斯推出了杯麵 但是他出了一個很獵奇的一個泡麵 就是不知道要吃還是要開箱 不行了 還是抵不過一個 拍片的一個熱情 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雖然我自己很不想要再拍模式的東西 然後在準備開箱試吃之前呢 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口味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包裝 它就叫做和風炸雞 我個人超愛吃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隻炸雞單點65元 很貴 但是很好吃 它就是把炸雞做成這樣的一個口味 有沒有看起來 哇很厲害餒 然後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那個什麼 調味料內容物啦 很可怕 如果想要看仔細一點 想要了解的話 你們就自己定格 每一份量72公克 338大卡 完了這個什麼營養 標示我不太會看 那我們看另外一種口味 那這一個是海洋珍珠寶風味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海洋珍珠寶 我一開始看這個圖 我以為裡面是飯 但是好像不是 它裡面一樣是麵 如果是杯飯的話那就蠻丟的 沒關係啦 它就是一個杯麵 成分也是非常多 它一份是353大卡 這個海洋珍珠寶的熱量比較高一點 一樣有戲趣的人 你們自己定格看一下 海洋珍珠寶單點 如果是梨麥米的話 好像80塊 白米的話 好像單點一個是75塊 這一個杯麵呢 一個是55元 啊如果你買兩個的話 特價就是100塊錢這樣 所以有戲趣的人 你們近期可以去 摩斯漢堡裡面去看一下 它不會在菜單上面 它就會在一個架子上面 啊你如果找不到的話 你就問一下搜一元 說不定就會拿出來給你們看 但是這個東西呢 限量的吧 我想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就要趕快去買 這個剛上市沒多久 大概上市兩天的時候 我就跟 我們的阿寬朋友說 因為阿寬跟我一樣 很喜歡拍一些很獵奇的東西 我就趕快跟他說 然後他 哇隔天就直接上影片 他上超快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有看一下 他吃的一個食品是怎麼樣子 他是沒有給太多的評論 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泡麵 就是好吃的杯麵 但是他所謂的風味 海洋珍珠寶 和風炸雞風味 是吃不太出來的 但是他們吃的出來是鹹的 因為可能日本那邊的拉麵是鹹的 然後我記得阿寬是說先吃炸雞 再吃海洋珍珠寶比較好 因為海洋珍珠寶比較鹹 他說只要泡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今天就有一個速戰速決 趕快試吃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和風炸雞那個胡椒味喔 都飛出來 阿這個是聞不太出來 剛剛呢跑去廚房煮筍 我爸在外面念我 他就跟我說什麼 他已經煮過水了 為什麼我還要再煮 因為我爸煮的水已經涼掉 所以我要重新再煮一份水 然後我就煮完了他在叫 然後我爸就問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煮水泡泡麵 然後我爸念到現在還在念 他說為什麼要吃這種不一樣的東西 我也知道泡麵不一樣啊 但是就是逼不得已 唉唷 今天頭髮太鳥了 要去剪頭髮了 我要戴帽子 就這個同事送火的帽子好了 這樣顯得我好黑喔 沒關係啊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吃很軟的麵 所以我們就泡一下就好 咱們就直接開始吃 咱們先從和風炸雞開始吃 來差不多啦 我覺得他要泡一下就好 可是我又不喜歡泡太久了 人生就是這樣 不斷的做選擇 我到底要去拿一個小碗 把麵撈出來還是怎麼樣 不然麵這樣一直泡會爛掉 好去拿個小碗 但是不得不說 這兩款泡麵都蠻香的 但是我普遍又聞的 我比較喜歡聞炸雞的那個味道 就是比較像 外面賣的那種味道 哇他的麵很酷耶 有點捲肚喔 大家看到嗎 哇好香喔 然後說炸雞這一個啊 聞起來很海鮮味耶 我曾經有想過一個企劃 就是幫人家送午餐 就是平常你爸媽都沒口 幫你送午餐了 我去幫你送 大家想要看我拍嗎 想要看我拍的人 可以留言給我 我有可能會拍 如果你們就是 家裡不方便煮水的話 那種熱水壺啊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在 摩斯那邊就請他幫你加熱水 摩斯那邊都有熱水 你就請他們幫你加就好了 你也可以在摩斯那邊吃啦 摩斯也有內用的位置 然後目前我現在撈這個海洋的這個杯麵啊 它有種苦澀味耶 有種澀澀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吃泡麵 還是喜歡就是把麵撈出來 我自己都喜歡把那個麵撈出來 放在這邊 要這樣子吃 不然有沒有跟我一樣 來囉 先吃炸雞風味 它麵已經有點爛爛的了 還是我的水煮太滾 嗯有點爛的麵 但是我還是蠻喜歡吃的 泡麵就是有這種魅力 會讓人家騷迷 我也不知道泡麵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還是幹嘛的 反正很多人都說不一樣 然後小時候那個什麼 學校老師啊 都會講說什麼 吃泡麵會停留在你身體 不知道是幾個禮拜 還是一個月的 所以我自從聽到這件事情以後 其實我就不太吃泡麵 是好吃的 但是鹹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我覺得很夠味啦 但是說它有炸雞風味 我就不太明瞭 很像炸雞波卡口味 有種那個類似味道出現 我剛剛看這裡面有一顆 不知道什麼東西 應該是什麼小雞塊 大概四五顆而已 好啦整體來說是好吃的 然後炸雞的話 就沒有這麼明顯 我們喝一口湯好了 湯單喝就是比較鹹一點 那我們來吃一下海洋珍珠寶 風味 老實說這樣一杯好像會吃不飽耶 好像摩斯的食物都會讓人家吃不飽 就會疊很多這樣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海洋珍珠寶的那個味道 就有像那種 也是比較澀一點的餅乾味 因為我現在都是撈麵出來吃 我覺得這麵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不是說沒有味道 就是這個麵吃起來沒有到鹹味 可是聞起來很重的味道 然後給大家看整體兩個麵的顏色 差蠻多的 反正在我這一邊 它就是一個海洋風味 它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然後炸雞比較淺白一點 所以目前吃麵的話我比較喜歡吃炸雞 炸雞好吃 我原本一開始以為我會喜歡吃海洋珍珠寶 因為我還蠻喜歡吃海鮮泡麵 但是沒想到有點顛覆我的想像 老實說啊 它裡面的那個料啊 都是這樣那麼小的一個 其實你都吃不太出來是什麼東西了 好啦 總而言之呢 就這樣吧 如果你想要嘗試的話 也可以去摩斯海寶馬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荷蜂炸雞的 但是如果真的跟外面那種 泡麵去比的話 你們就自己斟酌囉 那喜歡看喜歡不喜歡不喜歡 這出來的隊友我是斜秋 也丟五點巴布影片 那這樣我們 巴巴溜